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Chase 欢迎走进由Chase 段主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古根海姆美术馆的策展人翁笑语 欢迎你 欢迎 这一次是你筹办的中国当代艺术计划第三次展览 5月5号在古根海姆拉开了帷幕 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全球化对于未来的影响 不知道可以看到哪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呢 大家好 谢谢邀请我来这个会客室 非常开心 然后这一次的展览是由五位中国艺术家的 全新的委任的创作作品会在古根海姆展出 然后五位艺术家分别是曹菲 段剑宇 林依林 黄炳 还有杨家辉 您在选择这个艺术家的时候 林选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五位 因为其实这五位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本身就非常的国际化 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到这个展览虽然是说这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 因为他们面临的观众就是面对的观众毕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观众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创作语言应该是很国际化的 这样他们表达的主题和内容会比较容易被比如说在纽约的国际化的观众所理解 那么我觉得像这个展览本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的目的 如果做一个非常怎么说太地方的或者是这个语言特别难以让人理解的话 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能达到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第二方面我觉得其实这五位艺术家他们可以说在他们的创作上是属于一个还是一个上升期 那么这样一个计划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可能曹菲他已经在纽约有过很多的展览 他的曝光率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比如说像杨家辉或者是黄炳他们两位是比较年轻的艺术家 那可能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像段剑宇虽然他在中国的展览也很多 在欧洲也会有一些展览 可是他还没有在美国就是在这样重要的机构展出过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考虑 当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五位艺术家的创作可以是很有代表性的 而且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艺术语言上非常的独特 而且他们也对我们当下生活很具有这种批判的很尖锐的眼光 那么我觉得作为当代艺术创作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主题是全球化对未来的影响 这个主题是怎么样选定的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这个当中也有挺多的考虑 因为全球化可能说是一个九十年代开始 尤其在艺术圈开始被非常怎么说 celebrate 就是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全球化的问题 因为其实从九十年代开始 可能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有一些这个苗头 到九十年代我们的交通运输各方面都非常发达 然后包括国际上这些双年展的展露头角 艺术家都可以就是去全世界各地展出他们的作品 所以在这方面的交流就变得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欧美的语境里面看到 亚洲的艺术家的作品 非洲艺术家的作品 也可以在亚洲看到欧美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热衷于 就是全球化是个这么美好的东西 就是包括那么从社会的大的环境来说 经济贸易各方面 那么在二十多年以后 我们现在其实反过来再看全球化这个问题 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或者说困境 先不谈这种就是贸易上面的各方面的摩擦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世界的这种经济资源 包括各方面 还是并没有像我们当时想象的 那么乌托邦很美好的平均的分配 或者怎么的 那么其实包括现在的科技发展 其实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就是负面的影响 其实在艺术上面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中国的艺术 受这个西方的艺术冲击非常大 以至于我们可能很多本来传统的东西 现在都在就是不断地融进这种西方的 我们说绘画语言也好 或者是艺术语言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有一个这个概念叫同质化 质量的质 所以就是感觉大家都在创作一样的东西 也没有自己的特色 本土的语言也在消失 价值观也在消失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展览非常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我们在展览里面 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说让观众开始思考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一种潮流的东西 或者说一个很国际化的东西 它其实本身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本土的东西 所以只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本土和全球的关系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些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和创作都在探讨 都带有这样一些思考 就是怎么把他们自己本土的 他们日常的一些经验 或者甚至说这种审美的经历 融合到自己的创作里面来 然后也在看一个全球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很简单的就说 那我们就来推崇传统文化 或者是推崇民族的东西 那也其实是一个比较幼稚的 一个naive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你看中国已经非常的全球化了 所以怎么来寻找这里面比较微妙的一个关系 其实是更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那这些艺术家是如何去表现这个主题的 如何去探讨这个主题的 您是否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是 比如说我想举个例子 比如说黄炳 他是我们这次展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其实今年在纽约也有一些曝光的机会 因为他刚刚还在参加新美术馆的三年展 就是年轻艺术家的一个群展 然后每三年举办一次 其中又有一件他的作品 那黄炳其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他 但是像很多香港年轻人一样 他也有留学的经历 他在澳洲留学 然后上完学以后马上又回了香港 所以说他的创作其实跟他的 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非常的紧密 而且他所有的灵感 都是从他周遭的一个经历里面来的 比如说他今天偶遇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在街头看到一个什么事件 他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把它变成他剧本的一部分 因为他是创作动画作品 所以 这个整个的创作周期有多长 就从你开始跟他们接洽 大概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差不多10到11个月左右 从刚刚开始有这个想法 说我们想跟你合作 然后请艺术家过来看场地 大概差不多有10个月左右 创作时间 对 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做一个美术馆的展览来说 您接着说黄炳的作品 然后黄炳他 对 他是做动画 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的叙事性 他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的故事都从日常生活出发 然后这一次其实他探导的是一个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就是尤其是在数码经济的背景之下 虽然我们现在科技都很发展了 甚至大家都在谈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永生的这个问题 很多 其实很多技术公司都在研究这个 但是对黄炳来说 其实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是人性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让你思考很多哲学 包括存在的问题 那么他从香港出发 他香港其实也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吧 应该 然后加上各方面地产又很贵 然后很多老人其实这种 就是Nursing house 他们的那个状况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黄炳跟我说他有观察说 现在很多在香港都流行 就骨灰扫到大海里面那种 就不找墓地了的 对对对 因为没有地方嘛 然后现在甚至开始流行就网上扫墓 就是有这种服务就提供网上扫墓 然后他就看到这些现象以后 一方面觉得很荒唐 但一方面可能又是我们的现实 可能以后越来越往这个方面发展 所以他就从这个起源来编 就是编写了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动画就是以这个为基本 然后因为他的动画语言 所以他可以谈一些很尖锐的问题 甚至有些挑衅的问题 动画给了他这样一层保 像一个保护一样 可以让很多东西变成一个预言式的 就是来谈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且一方面你看 他的就是故事是非常香港的 他谈的都是日常的东西 可是 而且都是香港社会现在面临的 非常尖锐的一些问题 对 尤其是您说的这个房价 那是从20年前香港的房价就较高 现在只能就是越来越高 对 然后但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香港的这个视角来看 一个全球的一个现状 也很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这是他的作品一个 就是他的作品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像这个展览 是如何和这个古根海姆美术馆 以及何鸿毅家族基金的 这个中国当代艺术计划 整个的这个目的相吻合 其实 和鸿毅家族基金 他们 和鸿毅家族基金 是想 也是给新的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发生的机会 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 那么 所以他们才支持了这个项目 而且 13年就启动了是吧 13年 当时是给了1000万美金 是的 给这个古根海姆美术馆 对 所以它是一个多年的计划 然后这中间包括研究 包括策展人的职位 包括我们伟人艺术家做新作品 然后其实 另一方面 我们每一个展览都出了一个出版物 那么这个出版物也是研究的一部分 然后包括和美术馆团队 其他同事的合作 也可以 其实也是一个让他们了解中国艺术创作的机会 所以 这整一个过程 我觉得都是属于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就对内对外 然后另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 作为古根海姆美术馆来说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亚洲艺术 initiative 就是Asian Art Initiative 然后中国也可以算是这个 initiative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现在中国 它是想要打造一个全球这么视野的 这样一个美术馆 对 所以它其实非常关注亚洲的艺术 那其中亚洲艺术尤其又以这个中国为主 对对对对 然后但其实我们美术馆 还有一个长期合作的项目 是和瑞士银行 就UBS 它的合作 然后这个 但是那个计划是一个收藏的计划 所以其实是关注了拉丁美洲艺术 东南亚的艺术 还有中东和北非的艺术 所以在那个计划之下 也实施了三次展览 然后中东和北非的艺术的那个展览 现在刚刚 现在还正在米兰展出 就是之前是在古文海姆 所以对古文海姆来说 这也是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 是一个全球艺术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当然 其实美术馆在我们看到展览的同时 还要做很多收藏的工作 收藏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未来 就Future Generation考虑的 那么这些作品 怎么才能成为美术馆的一个DNA 就是要进入它的收藏 然后在进入它的收藏以后 它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让不一样的观众看到这些作品 好 笑语还一位 因为时间的关心 好的 先休息一下 更多话题我们留在下半段再说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笑语作为策展人 您希望通过这个展览 让美国人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或者说怎样的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 其实我觉得当代艺术 应该是和现实接得最紧密的 就是我们日常的现实 我们日常的经验 所以我最感兴趣的 其实是把这种日常 带到观众的眼前 而不是说一个所谓美国观众想象的中国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一个投射的中国 因为其实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有 就是在遭遇这样的很多的问题 因为它其实是被西方 或者说西方主流话语权在定义的 就并不是说中国艺术它自己的一个表达 而是说它的这种形象 和它的一个想要说的东西 总是在被别人定义着 那这中间就是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而且作为一个中国的策展人 我希望是把这种比较真实的一种 当下的现实带给美国的观众 而且希望尽量避免被怎么说 曲解 对对对 或者是按照他们的想象 来描绘一个途径 那我们通过几张照片 你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 这次展览的几件作品 来导播我们签一下 来 这个 就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其实是曹菲的新的电影 叫Asia One的里面的一个截图 那么这次曹菲 他有去拍摄中国的这种 就是怎么 中国怎么说 The Storage Distribution Center 而且它是那种 仓库 对对 他们是这种无人仓 就是全自动化的无人仓 全自动化的无人仓 那么他在这个无人仓里面 编写了一个虚构的故事 就是因为是无人仓嘛 所以你们里面都看不到工人了 都是机器人 只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他们是作品的 电影的两个主人公 然后他们有一个伙伴 那这个伙伴就是这个小机器人 在图像上面 那么整个故事都是在 这个环境下面发生的 其实曹菲探讨的是 当我们人的身体 从这个工业生产里面抽掉以后 抽离以后 人和这个消费主义 和这个工厂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人性又会怎么样在未来变化 所以这是他作品探讨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其实跟下面一张图片 应该是一起的 这叫一双绣花鞋 然后其实是段剑宇的作品 这是他的一个小的雕塑装置 那么他其实想象的是一个 这个农村妇女的形象 乡村妇女的形象 其实在他的作品里面 他是非常关注这种所谓 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大众的意识里面 可能觉得他们很土 或者是也不好看 但对剑宇来说的话 他觉得这才是地方的一个 最有趣的点 所以他想象了一个 这个农村妇女 有一双绣花鞋 然后在这个鞋底里面 藏着他每天需要 就是绣花用的工具 其实他也是模拟一个 就是这种间谍的角色 但是在脚就是鞋底下不是藏着枪啊 或者什么摄像机啊之类的 而是这个绣花用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他作品里面 充满了很多幽默感 然后在这双鞋的旁边 其实会展出这张画 就我们之后看到另外 就是粉红色的那张图片 这个有一个角 感觉好像就是可以穿在 这个脚上的这双鞋 然后这个是杨家辉的作品 Samson Young 杨家辉也是香港的一个 一位艺术家 然后他其实他的作品 他的创作有很多作曲和编曲的成分 因为他是学的composing composer出身的 然后他其实带来的会是一个 多媒体的装置 就是视听语言的结合 对对对 里面有非常进入式的 就沉浸式的声音装置 然后也会有视频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 其实是来自其中的一个视频 那么有一个这个鼓手 他是在香港的一个废弃的 这个天主教的学校的一个 这个school yard 里面做的这样一个performance 然后杨家辉把它记录下来了 其实他也是 他作品里面有很多非常 比较subtle的political message 其实也有讲到 大陆香港和英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是从一个 一个比较历史性的角度来探讨 他的作品其实 非常的具有诗意 就是你在表面上 可能不会觉得 这里面其实讲了很多政治性的问题 但是一旦你看进去了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他有很多这种message 就是对现实的很多问题 都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对 那您是从2015年开始担任何鸿一家族基金 中国艺术的副策展人 那从那以后呢 您也策划了两个像这种大型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叫是群展 我们说 那在您看来 古根海姆美术馆与何鸿一家族基金 共同举办的这个项目 它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而言也好 或者说对于这个全球的一个艺术格局也好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计划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代艺术这种形象进行解密 其实从90年代以来 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的语境下 一直有一个非常固化的形象 就是它的很强的政治性 或者是跟中国所谓的human rights 或者说政治背景 有一个很强的关系 那么我觉得通过这次计划 其实我们首先是想让观众看到 不一样的创作 然后中国艺术家 现在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刚才说到了 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和全球 这样一个话语 非常复杂的这个话语关系之间之中 其实起到一个 有点像领军领头的思考者的 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艺术家 总是在被一种怎么说 如果由我来说的话 我会说是负能量 就是你会去看到很多艺术家 他的表达感觉是在思考社会 但是好像总是 好像怎么说 第一个是片面 第二个好像总是在结伤疤 或者是说把一个小的东西 重复重复 无限的放大 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照片 包括您的讲解 至少给我的感觉 我是觉得 他讨论的是一个 全人类面临的问题 这是来自我们中国艺术家的思考 它可能有的元素是 我们在我们中国的背景 但是它的格局和它的思想 它是一个全球化的 它是一个全人类的 这么一个主题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次展览 其实我们也有探讨说科技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地位 还要包括它在各方面 在全球这个舞台上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是更重要的 那么文化和艺术怎么来参与到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里面 我觉得其实很多艺术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而且中国也作为一个大国 它怎么来 就是它自己怎么来position 把它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和文化艺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是对全球的格局是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来思考的问题 那么肯定美国的观众也会想这些问题 就是西方的观众也会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在刚刚开始思考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有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就是中国这个概念 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面 已经从一个地理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时间的概念 因为我们总是在新闻里 或者说是媒体报道里面 听美国的政客或者是媒体这样描述中国 It's the rising power of the future 这个idea of the future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说它是东方之珠 或者是Far East 对吧 一个地方 那现在这个Far East已经变成the future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展览想提出的一些 怎么说一个 一个拔 一个序言一样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再来进入 再来看 但我觉得这些艺术家 他也不是纯粹的在庆祝 或者是自我满足 或者是祝贺自己国家这样的状态 而是想把一个复杂性来放出来 怎么来反思 怎么来思考这些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 是一个很哲学性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说很简单的说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我来表达出来就好 而是其实让我们思考更多的东西 说到这儿 我还关注这个展览的名字 非常有意思 叫单手机掌 说说给这个展览命名的这个寓意 何在 就是展览中文叫单手拍掌 然后英文叫one hand clapping 其实最初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就是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90年代 就是在香港有林子祥的一张专辑 就叫单手拍掌 然后英文的翻译one hand clapping 其实是来自赛琳格 美国的一位作家 他有写过一本书叫九故事 其实有九个小说组成的小小说 然后在他的书的序言 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 叫 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它是有寓意的 它是有典故的 这句话其实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 然后日语它又其实 有一个这个概念叫公案 公案是禅宗练习时候的 一系列的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是谜题 那么其实单手拍掌 就是其中的一个谜题 如果我们直译过来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两个手拍掌的 我们知道两个巴掌 是可以拍出声音的 那么一个巴掌拍什么样声音 就是好像表面上 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但这正是禅宗练习的 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让你突破你的理性思维 然后让你来想象 一个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在其中 你可以自己的自己感受 但是这个公案呢 禅宗呢 其实最初是从唐朝 中国唐朝引发出来的 然后公案 这两个字 实际上是公案之辅读的缩写 就公案之辅读 其实是当时 唐朝衙门办案的时候的 那个案件的案卷 所以他们当时是把这个案件 作为一个谜题 就是无法解答的谜题 那么之后传到了日本 然后日本把它变成 在日本把它变成一个 禅宗练习的很重要的方式 然后又传到了西方 尤其是垮掉一带 包括赛林格 还有这些作家 他们当时就是 New Age 西匹主义 所以有受到很多西方禅宗的 中国东方禅宗的影响 所以他们又翻译了很多 这个公案的那个谜题 然后他又把它引用到书里 然后之后林子祥 可能又看到了 所以又引用到他的专辑上 这是一个巡回 其实我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就是说文化 怎么在我们这个全球的背景下面 传播 甚至说误读 然后又被重新解读 又重新富有新的意义 其实这真的是我们 艺术和文化传播的方式 我们可以同样说西方现代主义的很多作品 受到了很多东方文化的影响 那么它也是一个这样的传播方式 他可能每个某一个艺术家看到一个图像 然后把它引用过来 借用过来 挪用过来 用在他自己的作品里 然后形成了现在的这种大师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感兴趣这个传播的方式 而并不是说我们要 怎么讲 claim 就是说或者是宣称这是我们的创新 这是我们的文化精华之类之类的 而其实是要强调 这个传播本质 这个节目是 brought to you by Chas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